你想了解你的前世 预观你的未来吗 你想亲眼见到你的前世遭遇吗 我今生为什么会遇到他 今生的他跟我在前世 为什么牵手又为什么分离 我的情感婚姻 为什么那么曲折 总让我痛心 我会平安度过眼前的难关吗 把你的问题交给两位大师 乙丹和贤余大师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观众朋友 下午好 现在是下午的5点21分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那么可以说到这个美容 我想可能是 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讲 这都可能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不管是这个美容健康 还有这个化妆减肥等等等等 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今天的请到 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就是中医医生 常经女士 请她来给我们讲一讲 有关于在这个夏天的环境里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种皮肤保养 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 来给我们谈一谈 我们应该在夏天 怎样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常医生欢迎您 下午好 好 谢谢 我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就特别想让观众朋友来猜一下 我们坐在我旁边 这个常医生到底是多少岁了 因为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年轻 也就是差不多40多岁的人 但是当常医生告诉我 他已经是62岁 我真的是难以置信 所以今天常医生来跟我们讲 有关于美容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他作为他来讲 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了 所以我真的还希望 今天能跟常医生来聊聊 让他来告诉我们一些 他是如何来保养的 好 常医生欢迎您 首先呢我们就是先来聊一聊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 那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好像吃一些比较温热的东西 来进行进步来调节身体 但是夏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 我们应该怎样去调节身体呢 那么我首先想跟 一个是我很荣幸的来这儿 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自身的体会 那么想告诉给大家 那么我觉得这个跟 从一些角度来说 一个人健康就是美 甭管男女都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其实一个人 你如果保养的比较年轻 那么正好说明了 你身体的健康的程度 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健康是跟免疫系统 是离不开的 那免疫系统 人们有个误区 总把免疫系统看成 它是一个organ 它们是肝啊 体啊 其实不是 免疫系统是五脏六腑组成的 也和内分泌的协调 它都要平衡 如果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是平衡的 内分泌是平衡的 这个人看起来就健康 无论你年龄大 你应该看起来就是 怎么说 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就是阳光 bright 青春的活力就有 你没必要就去吃 那么多的维他命和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 那么五脏六腑 就是说心肝脾胃肾 还有小肠啊 胃啊 胆啊 这些小的都加起来了 那么 当你觉得宣传一个东西 说这个特别好 对免疫系统有好处的时候 我希望 当然这个东西是不坏的 很多的维他命像 像人参 它维他命很 都是别的植物上没有的 它吸收了 它一般在 就是人工 它也挣四年到五年 等人参长出来 这个地都 这几年都要空闲下来 说明它把它的地气和这个 已经吸到人身上面去了 就是天地的精灵的 它吸进去了 所以它的这个维他命呢 是比较对人身体有好处的 可是我只想举一个例子 当你五脏六腑 你自己出现不平衡的 就像一个车 它的油路都不通了 你再给个最好的油 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我觉得五脏六腑要调好了 才吃五苦杂粮 人们的这个健康 它也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就是我们可能电视机间 很多女性朋友 都有一个误区 觉得说 现在什么新的化妆的品牌出来了 我就要赶快去买 用最新研发的 所谓的那些产品 但其实呢 这些都是完全是很外在的 最重要的还是在 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调养 如果你把整个的身体的 这个整体的系统调养 顺畅了 都通畅了 要不不通则痛吗 如果都通畅了的话 你身体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 类似于雀斑啊 或者暗疮啊 或者说其他皮肤的一些反应了 对 你荷尔蒙正常就不会有这些 还有一个 当你通畅了以后 你都是好的circulation了 它营养都到了 所以它皮肤的弹性 就不容易消失下去 人的皮肤就不愿意 不至于老得那么厉害 一般六十来岁的女人 很多都老下来了 还有一个 当你肝胆精 就是排泄系统好的话 它不会长胃 很多人从胃就高上去 你知道了吗 这就证明你肝胆精 排泄排毒品的力量就减弱了 很多一些没有排出去 大便不是很干净 都记在这 可是脾脏如果不好的话 它会长肚子 它就会有水有气 所以肚脏 有的人就气骨似的 而且我觉得人是这样的 什么都是有一定的顺序和规律的 不是随便补的 人是有一定规律 而且事情没有绝对的 红的太红还会发黑的 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好 都有一定的 那么脾脏 那么一年四季 要顺着这个季节来补 像夏天是脾的季节 要健脾 那秋天呢 就要润肺 是肺的季节 冬天要进补 要补肾 春天就要养肝 那么夏天的季节呢 因为脾脏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主管肌肉 那么脾脏好 肌肉的弹性也会好 而且脾脏呢 是主思 如果脾脏健康的人 他绝对不会得忧郁症 人也不容易depress 小孩脾脏弱了 我们叫做cry baby 很爱哭 成年人呢 就很sensitive 你知道容易depress 那作为一般人来讲 就是我们平时 可能因为我们从 完全很中医的理论上 讲的讲 一般人可能也不是太懂 可能大家更比较涉及的 就是进补了 就是食品了 那我们在食品方面 我们应该吃些什么呢 所以夏天的这个脾脏 是很重要的 一个可以预防得风湿 脾脏好的人呢 皮肤也会发亮 也会自然的 就会漂亮 发白 所以脾脏现在 什么对脾脏有好处呢 你像玉米啊 玉米 去湿的都是 去湿的 淮山啊 挡深啊 北齐有点气啊 像这些对脾脏 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当你 包这些汤的时候呢 那么你要觉得 夏天了 有点热的话 像北齐当时 你可以放点 马蹄和雪梨 轻一下 轻一下 包出的瘦肉 还是很好吃的 但是我建议人们呢 就是说 夏天呢 无论你包什么汤 都割几片姜 姜是去痰的 别看它是辣的 它反而去痰湿的 所以对人身体 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脾脏好呢 它的皮毛都会比较发亮 我们叫做阳光 从里面 不管你黑和白 它会发亮 你知道了 当然它和别的脏肉 有关系的 那么它就会发亮 那么我觉得呢 当然说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 祖国留下来的 这个中医的这个知识呢 对这个人的生活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它是博大精深的 那么这个保养的方法 就是从里到外 如果你的肝胆 肾脏的排泄的非常好的话 脏的东西出去了 脾胃吸收的好 它只是吸收蛋白 它消化的也好 那么你 所以走的 从头到脚走的 都是好的 那它皮肤自然就会 弹性也高 它的cells也会 生命力也很长 所以呢 它就会 人就会 我们就叫做阳光 阳光的这种 它就会发亮 从里边发亮 所以这人很乌很暗 我们叫Pairs 就说明里边 有很多不通的地方了 所以呢 我觉得 作为一个人的保养 要不要就是跟着 去听什么好就去 要知道自己人的体质 那么甭管自己体质是什么 但夏季 都要以健脾为主 夏季健脾为主 还有一个 介绍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呢 是生着吃维他命多 但是它蒸熟了 或者你煮一些苹果汤 它的铁纸就会容易吸收 所以呢 我建议呢 连皮一起吃吗 皮倒不用 因为现在打农药 打太多 要是以前的那个 organic的就可以 就是要把它削掉了 它很养容 它很养容 因为有铁纸 增加红血球了也 所以呢 苹果是挺养颜的 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可以自制一些 养容的产品 比如黄瓜汁啊 你可以抹 抹在上面 做面抹 你一定会得贴上的 你会抹上 每天晚上 或者用一些这个鸡蛋呢 鸡蛋清和蜂蜜 鸡蛋黄和蜂蜜 你给它分开 这些都是大家伙知道的 都可以用 不过人们又 通常又香美又香蓝 那么只好去美容院了 那我们比如说 夏天经常会吃到一些水果 多吃哪一些水果 水果是好的 因为现在也说 维他命是好的 但是呢 你要分季节 要分自己的体质 我建议40岁以上的人呢 就是吃水果 这生冷的药 太甜的 像芒果啊 像橙 这些橙汁 都不要去动它了 它对肝胆经不好 还有菩提子 它有好的一面 连Strawberry 应该是很好的东西 你可以吃一次一两个 因为它对脾脏不好以后 你的肚子就会胀的很大 就会变大 有气 所以它会阻碍很多的色科类似 那西瓜呢 可能西瓜是我们最常吃的 西瓜呢 它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 所以夏天可以多吃 尽量中午吃的多一点 晚餐以后呢 少吃点一两片 就可以了 所以我认为呢 什么东西都不要过 但反而有几种水果 比较中性 像苹果呀 Kiwi呀 Papaya呀 就是木瓜呀 Kiwi就是叫奇异果呀 Plum就是这些里子啊 就是这种带酸性的东西 还有经常夏天 你不愿意喝茶水 你可以煮一点姜片水 加上新鲜的柠檬汁 这些对皮肤 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和调节 那常医生 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您跟我们讲了很多 从内来调理这个身体的 我们也看到 您跟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 像cream一样的 这是应该是涂在脸上的产品吧 对对对 对这些产品是您自己的吗 自己研制的吗 其实是沾了祖宗的光 因为我父亲留下了一本 就是皇室内部 就是保养的东西 男人的和女人的 当SARS来的时候 因为我不让病人到我的医务室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也有时间 而且我很大的年龄 42岁生了个小孩 脸上也有一些斑 那么一开始光芒于生活 就没注意这些 后来我突然看了看 我找到了一些 比较容易找到的中药 就开始洗脸 后来我发现时间久了以后 当然我自己那一条 我自己也会调一调了 经常每个月 因为进手楼台先得月 我有中药房 所以我一个月 有时候或两个月 就吃清一些肝肾 然后吃一点健脾胃和养心血的药 同时也用这些产品 同时外店也用 那么我发现皮肤就是很 有了改善 那个斑也变淡了 没有了 我当然不能跟18岁的比 但是跟我60多岁的比 我的皮肤就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 这里边有中药成分 这中药成分很多 因为我虽然用的浓缩粉 也不能割太多 只有0.4 他们在试验 因为要经过政府检查 他每个中药都要检查 合格不合格 有没有方格 这些那个要合乎他的标准 然后他给你指定的工厂 这个工厂再把综合起来 东西再去送去检查 他才允许你做 那么我没有真正的去marketing 好 这个刚才常医生 真的是滔滔不绝的 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但是我们的时间 因为比较有限 刚才常医生给我们讲了 在夏天应该需要去 多吃的一些食品了 水果的一些中药材来煲汤了 同时呢 他也有这些这么好的一个 祖传的家里边的 一个中药研制的cream 来进行这种皮肤的保养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您有任何需要 可以根据我们右下角的 这个屏幕的地址和电话 来跟这个常医生 来这个联系 进行这个近距离的了解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常医生 来到我们眼目室 有机会能够传播这个 我愿意进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 谢谢您 我们希望很快会再请您 来我们眼目室 继续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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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会再会来 谢谢